前方黑色轿车开到十字路口 突然停了三秒钟 后方车辆打算从左边超车 没想到黑色轿车故意也往左开挡住去路 往前几步再挡一次 连三次踩刹车 后方车辆只好加速超车 这时驾驶越开越快 到底怎么回事 有人拿枪指着我们在后面追车 现在我们真的还冲实去 他现在一直跟着我们 他现在拿着枪追着我们 被枪指着太可怕 赶紧打110爆案 黑色轿车驾驶 一丝不满被超车竟然亮枪威吓 吓得前方车辆赶紧踩油门往前冲 想把对方引到警局前 他一直在追 他一直在追 他开枪了 他开枪了 听到蹦蹦声响 爱车板筋已经凹了一个洞 幸好没有贯穿 吓得车主冷汗直流 赶紧到派出所报案 初步判定是空气枪 发生差状 那差状的时候 对方有亮枪 然后持枪朝他的车身射击这样子 那他因为恐惧 然后就驾车往前逃逸这样子 事情发生在12号深夜 报案民众开车经过新北市戏指 和黑色轿车发生超车纠纷 随后两车展开飞车追逐 没想到对方竟然亮枪 还真的开了两枪 随即扬长而去 警方立即锁定车号 巡线找到枪手 通知盗案说明 朝毁损及恐吓罪嫌侦办 只是行车纠纷 竟然嚣张亮枪 乘一时之快 最终仍得面临司法审判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